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门将李帅做出了铺就 这桃江龙有特点啊 再看 今儿这两个李帅还没对声化呢 是吧 一边一个李帅 好 看一看巴索哥的 这是巴索哥的机会 前点 有啦 1比0 比金浩接到巴索哥的助攻 一个投球冲顶 顶了一个反弹 转身花在比赛第54分中取得领先 比金浩也收获了他本赛季第一个联赛进球 看一下巴索哥 看一下这个球 他是等于说跟着 你看跟着莫雷诺就跑后面 他这个前面这个中卫 他跟着莫雷诺 被莫雷诺给带走了 这相当于两个后卫 估计是呼应工作没做好 对 真的是你快发球整个阵型往前压的时候 也没回来 对 位置是乱的 他其实这个防着一下 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大问题 皇家会是看到莫雷诺 这期也没逃过的话 基本上这场球大家人就交代了 阿德里安在给右侧 还是靠巴索哥 巴索哥行的一对一面的李帅 索回来 赵明健传中 又是这个落点 投球 2比0 又是无锡 无锡在景区里边的强点能力太强了 赵明健完成了精彩的图线助攻 又是出现了一个中间的真空地带 这个两次都是出现这个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 你看他又是跟着这个毕金号又去了 看 这应该是14号的 黄家辉 黄家辉 他又跟着毕金号往后移动了 然后 这样的一个交叉换位 这是一个小的交叉换位 导致前点彻底空了 这回呢是善风飞 没没看 光看球都没看到人 这边有反击的机会 特别实际没有问题 再转 好了 莫里诺 莫里诺 巴索哥套边 莫里诺挫又是一个前点 漂亮门将 这一下扑的漂亮 张初 差点没开二度啊 毕金号 对 尤其是这个前点啊 对吧 好好总结总结了 怎么就是 哎 看看这个球 这里边 赵明伯先拿住 好球 在分边 思路很清楚 猪路有四点 五个点 前点 哎呦 这边差点 再打 追回一个赵徐日 赵徐日帮助球队 追回一个 前点解围失误 差点乌龙 李帅反应已经很快 现在是无锡的一个积极的回防 前点的风度 差点 倒置 无锡 无锡差一点乌龙 然后紧接着 李帅 在下意识挡出来 球这个球之后 落到赵徐日脚上 没错 赵徐日又收获进球了 这样的话 比赛悬念回归 这个球 无锡在跑的时候 可能是也没有看到 温家宝的位置 应该如果说 他看到的话 他就可以 莫林诺左脚推射 本来是锁定胜局的机会 没有把握住 这个可能要给牌了 孙世林 上来就是干这活的 退的有点太深了 在这个地方让人随便传 可不行 大连队有机会 有机会 看看这球 右脚 二比二 大连队班平比分 我说不行吧 这个球在中路的区域 完全无人防守 看看这是谁 中后卫 他让中后卫 黄家伙的远射 贴地斩 你看整个 整个在后边 站了一排六个人 深花队的防守 站了一排六个人 金虚玉都回到了 自己的后腰的位置 确实这个 无锡没劲了 防守的体系 这球打在远端立柱上 弹进球门二比二平 这明显无锡已经没劲了 莫林诺想打倒狗 没堆上点 12点 赵明健在街 拉开 巴索哥 巴索哥再给赵明健 进去里边转身 赵明健打吧 三比二 帅神花再度超出 赵明健 他没有庆祝 大连走出来的孩子 完成了队救助的绝杀 哇 赵明健今天超神了 同类自己过 再转 这样的话 主裁判金晶元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上海神花最终是有惊无险 三比二 击败了 大连人队 感谢观看